屏東決戰堂在民國100年爆發廟方主委選舉糾紛 民間司改會今天就指控屏東檢察官吳文正是介入其中 不但在潮州分局內直接舉行了主委改選 甚至還濫用搜索扣押的權力 喪失了中立的立場 由於這個決戰堂它有3億多的資產 司改會就懷疑吳文正的動機不單純 將會交由檢評會來調查 二指檢察官又一莊 民間司改會舉行記者會 質疑屏東地檢署檢察官吳文正 介入寺廟主委選舉糾紛 誇張行進有濫權嫌疑 我告訴你 你煩公兩句話不可以嗎 我就牽手 牽手他說你如果那裡囉嗦 你如果不算 來警察你來 這個給他抓去 打過來恐嚇我說 你不交出來 你馬上要關到裡面去過年 如果這個不叫做 這個不叫做魚肉鄉民 不太知道什麼才叫做魚肉鄉民 民國一百年寺廟前後任兩派主委爆發糾紛 前任主委告後來的主委涉嫌偽造文書 承辦案件的檢察官吳文正 卻將刑事與民事合併處理 並且自認為召集人在潮州分局 就直接舉行主委選舉 並且濫用搜索扣押權力 司改會痛批吳文正 喪失中立 而吳文正的爭議早有前例 當金門地檢署的主任檢察官的時候 曾經為了一個人事的官說 然後被這個 他們的人審會拔掉他主任檢察官 那許天才前市長曾經在今年的4月1號 也指摘吳文正檢察官整個難前追溯 我們當然很懷疑 這樣的一個吳文正檢察官 是不是有貪毒 這樣的檢察官是不私任的 因為要淘汰掉 由於廟產有三億多元 司改會懷疑吳文正的動機不單純 不過應無法聯絡上吳文正 沒有進一步的回應 但司改會決定將吳文正先送檢評會 結果最快在三個月後就會出爐 U10TV前子民 致剛 台北報導